廖耀香被俘后 刘亚楼敬酒他都不给面子 直到一人现身他瞬间服气 1948年11月 刘亚楼将军设宴款待了一些国军将领 为了表现我党接收他们的诚意 刘亚楼将军还主动与他们推杯换盏 然而其中有一人十分不服气 这人就是刚被俘不久的廖耀香 他甚至直接拒绝与刘亚楼碰杯 说来廖耀香也算是一代抗日名将 只可惜他没能看清形势 这才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只是他心里仍旧憋着一口气 眼见着气氛冷了下来 另外一位国军将领被请出来劝慰他 这才让廖耀香服气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 廖耀香不仅当天连进了刘亚楼三杯酒 后来还与劝他的人一起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 那场宴席上被请出来的人是谁 为什么能让廖耀香前后态度转变这么大 后来他们又一起为新中国做了些什么呢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虽然廖耀香在解放战争中的垂死挣扎让他显得不太聪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将领 尤其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说来廖耀香也算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科班生 带着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 就是他进入国民党军队的最佳敲门砖 再加上后来他借着公费留学的机会前往法国圣歇尔军校深造国 期间他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垂青 虽然廖耀香学成归国后不久就经历了南京沦陷 但是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陪都重庆以后 直接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恰逢此时 老蒋正在筹建以美式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二版师 随即他就把廖耀香这个高材生连升三级 让廖耀香以少将师参谋长的身份加入第二版师 没过多久 廖耀香又被提拔为新22师副师长 随后他就去广西参加了贵南会战 那是1938年冬 日军集结精锐攻占了南宁和昆仑关 让我国南部交通线路被从中间截断 这对整个西南战局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因而夺回昆仑关 重新打通交通成了我方的当务之机 可是直到1939年秋 这件事都没有落实 此时廖耀香已经成为了新22师的代理师长 接过了这项重任 在廖耀香的爱国主义教育下 战斗打响之前新22师已经群情激愤 就等着夺回师弟了 再加上廖耀香确实有两把刷子 传插 迂回 包围 分割都用得十分灵活 即战半个多月 他成功率部截断了日寇的后方交通线 到了1940年初 廖耀香正式开始了对昆仑关的攻坚战 为了更了解敌情 哪怕差点被敌军炸死 他也依然坚守在前线 摆出了决意死战的架势 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昆仑关被廖耀香部收入囊中 让日寇的大炮和防御攻势都黯然失色 正是此战过后 他更得蒋介石器重 正是上任新22师的师长 可是日寇在我国大西南的野心远不止如此 后来为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战局 廖耀香不得不远征缅甸 这比在国内抗日还要困难 缅甸对廖耀香来说 不仅人生地不熟 而且自然环境恶劣 瘴气 毒虫 随时可能要人性命 但入冕后 廖耀香依然身先士卒 带着新22师打出了中国军队的风采 在缅北反攻战中 廖耀香的新22师 作为联军主力 共参战上百次 兼敌万余人 且无论苦战 还是恶战都无所畏惧 也正因如此 廖耀香立下了赫赫战功 青天白日勋章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 廖耀香还率部去了南京 参加授降仪式 一时间风光无限 想来无论如何 廖耀香当时都想不到 自己以后会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随后还会被他在缅甸战场的首长亲自劝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廖耀香被俘后 刘亚楼敬酒他不喝 一人出现后他态度大变 连井三杯 那么威名赫赫的抗日名将廖耀香 是如何成为败军之将的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没有认清国内形势 蓄意挑起了内战 廖耀香等将领 也只能奉命开赴东北 但这次他们面前的共产党 早已今非昔比 其实当时东北的战局并不明朗 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 就是个大杂烩 队伍之间基本互相独立 有的甚至连指挥部的命令 也不怎么听 政委罗荣环 因病不得不长期休养 司令队局势也是一筹莫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流苏归来的刘亚楼 临危受命 当了联军参谋长 在刘亚楼的努力下 国军在东北的队伍和领导班子 终于渐渐运转起来 几年拉锯战以后 国民党原本的主帅杜玉明病重 陈诚因此成了临危受命的人 1947年 陈诚得意洋洋的进军东北 吹出了半年夺回东北优势的牛皮 但他的急于求成 反而给我军送来的机会 这时也恰逢我军 发起东北战场的秋季攻势 陈诚根本无力招架 被打得只能归缩进长春 沈阳等大城市 明眼人都知道 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 基本已成定局 只是国民党反动派 依然在此欺欺人 负与顽抗 寒冬纳月挡不住解放军的热血 毛主席也指示 利用兵器大量歼灭敌人 解放军因此直谱沈阳 吓得沉沉原弹也在调兵前将 另外一边 刘亚楼也思索着下一步的对策 通过侦查敌情 他发现敌人左路的新武军最弱 而且算得上是乌军奋战 因而刘亚楼提出以左路为突破口 得到了指挥部的支持 一番部署后 国民党新武军被引诱到公主屯 三天时间就全军覆没 蒋介石得知这样的败迹后 愤怒至极直接飞到沈阳 但是在他召开的紧急会议上 打了败仗的陈诚等人 依旧相互推诿指责 丝毫没有战后反思的意识 老蒋差点被气死 最后只能把号称 长盛将军的魏力皇调到了东北 可是这事不管是谁 都不可能收拾得了 国民党在东北的烂摊子 魏力皇更是对战局放任自留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接连损兵折架 就算部下球员他也不理 还美其名曰 这是不上解放军围城打员的当 很快国民党在东北的防务越来越空虚 就连长春这个重要城市的首将都定不下来 几经周折 黄埔军校一期出身 又在抗战时功勋卓著的郑东国 不得不接过长春的防守重任 事实上 无论是魏力皇 还是郑东国都明白 东北的仗打不打 根本意义不大 毕竟怎么挣扎都是输 果不其然 郑东国刚到长春没几天 解放军就全面包围了长春 郑东国不开始时还能坚持 但是后来长春与外界的联系全被切断 甚至粮草都运不进来了 他明白越拖延越对自己不利 只好放手一搏 试图突围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部下已经筹划起义 并且和解放军商量好了对策 得知部下起义 郑东国也没有怪罪 他明白兄弟们想谋条生路 使人之常情 只是郑东国自己 却扔不下心里忠于党国的包袱 想自枪殉国 好在他的部下不忍心看着郑东国走向绝路 提前拿走了他藏在枕下的手枪 并且及时出现劝他主持起义大局 恰在此时 黄埔军校的老长官周总理也发来电报 希望他能及时醒悟 并承诺把他当成起义将军来看待 终于郑东国迷途直返 长春也胜利解放了 与此同时 锦州城也被我军拿下 随后被解放军盯上的 就是固守辽西的廖耀香 那天凌晨 廖耀香本来是想出指挥所观察情况的 但刚出门他就傻在了当场 原来是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 他的指挥所都快沦陷了 外面早已一片混乱 各部之间谁也顾不上谁 都在疲于奔命 解放军也因为穿插战术乱了建制 一时间辽西平原几十万人混战在一处 当然不同于廖耀香部的爆头鼠窜 解放军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抓住廖耀香 廖耀香再厉害也没长翅膀 所以根本逃不出解放军的手掌心 11月初他终于在黑山附近被遣 虽然战败已成定局 但廖耀香始终不服 因此就算刘亚楼主动设宴款待 廖耀香依然放不下心结 直到一人现身酒宴 他才如醍醐灌顶 此人究竟是谁 1948年 刘亚楼敬酒遭廖耀香摔杯 直到一人出现 廖耀香连井三杯 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能让廖耀香的态度发生逆转 按理说 作为败军之将 对刘亚楼主动敬酒的礼遇 应该感恩戴德才是 只可惜廖耀香偏不领情 甚至无理地拒绝与刘亚楼干杯 他就是不服气 坚持认为是解放军不讲战术 否则他绝不会被捕 对此 刘亚楼耐心解释 这正是解放军的战术 毕竟能打胜仗的才是好战术 不管刘亚楼怎么说 廖耀香都是满脸不服气 一度还在酒桌上摔碎了酒杯 刘亚楼也不是没有脾气 气氛渐渐冷了下来 幸而这时 在长春起义的郑董国站了出来 出言劝慰廖耀香 让他自己想为蒋介石的 腐败政权殉葬值不值得 看着传言已经殉国的老首长 廖耀香一时说不出话来 说来他们二人确实颇有渊源 之前已经提过郑董国是黄浦一妻 而廖耀香则是黄浦六妻 他们算得上是师兄弟 在远征缅甸时 廖耀香恰好是在郑董国的手下当师长 他能在缅甸作战中立功 离不开郑董国的指挥与器重 因此廖耀香很是敬佩郑董国 如今看着郑董国也成了起义将军 他的底气越发不足 但还是哀叹自己被历史嘲弄了 刘亚楼文言激昂地反驳 不 你是被蒋介石嘲弄了 他独断专行 次次指令都不合时机 廖耀香终于无话可说 他明白刘亚楼说的才是事实 陈思片刻后 廖耀香终于不再执迷不悟 起身连进刘亚楼三杯酒 算是把心里的不服气咽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 新中国成立后 无论是差点于中自尽的郑董国 还是出城俘虏时 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廖耀香 都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力量 先说廖耀香 他不是起义将军 而是俘虏 所以建国之初是要参加改造的 但是好在刘伯承元帅胆识过人 让他有机会为国家做了贡献 那是1951年 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 刘伯承出任校长 可是这个校长并不好当 因为学校不缺学员 但老师却怎么也招不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伯承把目光投注到了 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将领身上 很快他就注意到了廖耀香 虽然廖耀香是以俘虏的身份 留在新中国的 但他抗日战争时期的功勋 确实是耀眼的 尤其远征缅甸时 他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 因而刘伯承认为 一直让廖耀香改造有些浪费 不如到军事学院教教课 廖耀香也没想到 他到军事学院 竟是刘伯承亲自迎接他 而且还让他讲课 廖耀香难免有些惶恐 但是刘伯承却让他放轻松 直言他远征缅甸和辽沈战败 都是值得学习的作战经验 文言廖耀香也没再推脱 把在缅甸的经历 生动地讲了出来 说到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回忆起 吃皮带 啃树皮的艰辛 但就算这样 他当时还是鼓舞着手下的战士们 为了抗日 我们一定要坚持 说起这些的时候 他仿佛又回到了缅甸 成了战场上跋涉千里 不畏艰难的抗日将领 后来改造完成 廖耀香还被特邀为政协委员 参与了国家的建设 另外一边 郑栋国作为起义将军 处境远比廖耀香好 做的贡献也更多 最开始 郑栋国其实是灰心失望的 一门心思想回家种地 他不是不明白 共产党的胜利是民心所向 只是迈不过心理的坎 但周总理的劝勉 让他改变了主意 那是1950年 周总理邀请郑栋国去家里吃饭 习间周总理真诚地对他说 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 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文言郑栋国醒悟 早年求学也好 抗日也罢 为的就是国家能好起来 现在既然机会摆在眼前了 就应该趁着还没老 再为国家做些什么 于是他听从周总理安排 在水利部任了职 后来在毛主席的推荐下 郑栋国还成为了国防委员 真真正正践行了 他考虑军校的初心 如今几十年过去 郑栋国 廖耀香等人 早已不在人世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曾为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值得被青史记上宝贵的一笔